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事情都能看出端倪 关于婚姻的这几点真相 越早知道越好 一 不要太高估感情 也不要把人生堵在任何人身上 冬夜归吾在白夜行里有一句很经典的话 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 一是太阳 二是人心 我们通常认为石头是雾不热的 但却忘了人心有时候比石头要硬得多 你以为自己在他心中举足轻重 但满心的付出换来的可能是彻头彻尾的失望 外国有一档测试男友忠诚度的节目 很多人以希望开始 最后以失望告终 其中一位女嘉宾刚开始大言不惭 表示完全不担心自己在男友心目中的分量 没想到当一位身材性感的美女前来搭讪 并称赞男友的身材好时 被测试的男友不但没有拒绝 反而和对方要了联系方式 一幕外的女嘉宾见此终于按捺不住了 气急败坏地跑过去和男友摊牌 这对即将步入婚姻的情侣 就此不欢而散 舒本华说过 不想太过悲惨的话 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不太期望能很开心 每个人的一生都应当为自己而活 而不是为了别人 与其把人生的种种希望都寄予在一个人身上 还不如把那份溢出来的爱还给自己 任何时候再爱一个人 也要懂得保留自己的尊严 保留敢和他抗争的勇气 这才是一段感情长久保鲜的妙计 二 她不是不知道怎么对人好 只是不会对你好 看到这样一个比喻 女人好比梨 不爱甜内酸 但吃梨的人不知道离心是酸的 因为吃到最后就把心扔了 所以男人从来不懂女人的心 而男人好比洋葱 一层一层去剥的过程中你会不断流泪 剥到最后才知道洋葱是没心的 其实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她不是没有心 也不是不会对人好 而是不想对你好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爱你 和朋友聊天 她说自己一直弄不明白 前夫再婚后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两人在一起时 前夫不断好吃懒做 没有担当 家务师说了好几遍才不情不愿地去做 毫无做丈夫的责任 更别提对孩子上心 两人为此没少吵架 为了生活 她硬是把一个人活成了一支队伍 前夫却在一旁说风凉话 说她没有一个女人该有的样子 后来她也麻木了 她最后连吵架都懒得动嘴 主动提出了离婚 然而 乳之披霜 甲之蜜糖 前夫惊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那天偶然遇见 发现前夫竟然变了 不但对现在的妻子呵护有加 还和孩子有说有笑 哪里看得见当初和自己在一起时的懒散 那瞬间 她突然明白了 前夫不是懒 也不是不懂得对女人好 不过是不爱她罢了 所以 永远别试图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也别试图感动一个不爱你的人 你对她再好 她的心不在你身上 做什么都是毫无意义的 世界上最糟糕的 是不是孤独终老 而是跟那个使自己孤独的人中 学会及时止损 才能遇见对的人 然后在一起 开心的老去 三 真正压垮婚姻的 是很多 你不以为意的小细节 往往 真正压垮婚姻的 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而是每一根 电影《家族之苦》里 一对老夫妇已经结婚四十多年了 在妻子生日那天 丈夫询问她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妻子一脸平静地 从臭皮里拿出一张离婚协议书 孩子都大了 我们离婚吧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日礼物 也不贵 就四百五十日元 丈夫傻眼了 儿女也不明所以 两个人都过半辈子了 怎么闹离婚呢 直到家庭会议上 妻子的一番话 揭露了真相 我越来越受不了她了 每天早上 嘎啦嘎啦吵个不停 放屁不分场合 每次裤子袜子 都脱个礼朝外让我洗 我讨厌这样 说了多少遍她也不听 洗漱完也不着 把洗手台擦干 上完厕所 也不把马桶盖放下 灯也不及时关掉 吃饭总是发出声响 吃完筷子随手一扔 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是真的喜欢她 觉得这是男子气概 可现在 跟她在一起 我就感觉无比压引 想想也是 生活中哪有那么多 轰轰烈烈 不过都是些 家长里短的小事组成的 而那些不以为然的小事 却成了压垮 大多数人婚姻的元凶 就像使人疲倦的 不是远方的高山 而是写字里的一粒沙 决定放弃 也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各种委屈 无助 失望 堆积在一起 聚少成多 最终在某个夜里 悄无声息地 炸裂开来 婚姻教皇 约翰·戈特曼说 决定婚姻质量的 不是家庭经济条件 不是夫妻双方的 外貌和能力 而是对家庭 所示的态度 所谓爱情 就是各种伟大的小事 所谓婚姻 就是学会 在这些小事上 偏偏弄舞 身边有很多朋友 熬过多年异地 修成正果 却在婚后的 一地鸡毛 败下阵来 明知爱情无果 婚姻无指望 但为了给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 还是选择在 无爱的婚姻里 苦苦撑着 可爸爸不再爱妈妈 妈妈也不再关心爸爸 他们每天过得开不开心 孩子都看在眼里 这种为了孩子 而维持的婚姻 才是对孩子 最大的伤害 印度一名叫 AZKA的小男孩 在父母离异后 画了一组漫画 感动了很多人 爸爸妈妈 决定离婚时 把这些都告诉了我 让我不用担心 也不用选择 和谁在一起生活 我依然生活在 之前的房子里 爸爸比以前更幽默了 他会经常陪我玩 妈妈住在 离我很近的地方 他几乎每天 都会来看我陪我玩 周围有很多人问我 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的孩子 是什么感受 可我觉得 他们只是不再是夫妻 却还是我的爸爸妈妈 比起从前 我更喜欢现在的生活 因为他们再也不会 总是吵架了 我很开心 我爱爸爸妈妈 你们依然是最好的父母 孩子的世界 其实很简单 他们渴望的 无非是父母融洽的关系 以及完整的爱 当孩子能感受到 来自父母无私的爱时 这个家庭就不算是破碎的 有调查显示 单亲家庭并不会造成孩子 在学习 行为习惯等方面的障碍 相比家庭有矛盾的孩子 他们反而幸福得多 人们常说 知死莫若母 其实反过来 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父母不再相爱 再迟钝的孩子 都能感受得到 一段婚姻走向尽头时 坦白才是对孩子 最好的保护 父母的抉择 会在无形中 影响着他们的一生 每个人 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但并不是说 离婚就对了 或者就错了 有了孩子 多少会为孩子考虑 只是不适合的 两个人勉强在一起 不仅是对双方的折磨 也是对孩子的不负责 钱中书说 婚姻是一座围城 城外的人想进去 城里的人想出来 尽管婚姻的残酷 我们心知肚明 但仍心知所向 是因为婚姻 还有一个名字 叫幸福 就像钱中书 和杨将先生 风风雨雨几十年 感情依旧坚固 生活十分甜蜜 到今日 人叫人羡慕不已 所以啊 婚姻这条大船 往哪个方向开 既要船长指挥正确 也要剁手 把好方向 幸福生活 人人向往 但结束一段 不合适的婚姻 既是自爱 也是爱对方 尤其是爱孩子的表现 愿我们都足够幸运 在对的时间 在对的时间 遇上对的人 从此 穷途不在末路 后鸟不问归期 如果没有 也希望你任何时候 都不丢掉 从头在爱的勇气 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啦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您也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底部 给我们点个赞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晚安 好梦